Hello 大家好 我是苹果 现在咱们到荔枝飞子啸这里 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两三天已经打了这个鸭花药 现在已经过去两三天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都是 大家看到没有 这种柱头型的这种飞机头 这种柱头型的飞机头 都是这个瓷花 这些都是瓷花 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瓷花 你看到没有 飞机头就是这个柱头两半分出来 这些 这一个都是 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的也是瓷花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些是瓷花 大家应该认识了吧 然后咱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熊花 这样的话 大家对比就明显了 熊花的话是这样的 大家看见到没有 是这种散开来的 这种 这种散开来都是 都是熊花 看到没有 这一大部分都是开熊花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些已经泄了 这些熊花已经 已经可以了 如果看到我们整个花碎 有几朵熊花开放的时候 咱们就打这个压花药 压这个熊花的 大家看一下 他们打那个40%的乙烯 用量的话是2-4毫升 15%的多效作用量的话 18-20克 然后兑水30斤 然后有些人就说天气 一般的话 我们现在茂名地区的天气都是可以的 都是有20多度 所以这个浓度是可以适合的 浓度低的 如果温度比较低 浓度稍微用高一点 如果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浓度要低一点 特别是那个乙烯蜜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一串的话都是这个熊花 就是说你看到少量几朵开了 就要打了 我们前两三天已经打了 所以现在的话 陆陆细细准备开了 我们也没有梳花 也没有用梳花机打 也没有员工来梳花 所以有一些花税很长 因为要压花 不压花的话 这个花税太长了 到时候开熊花开了很多 它会消耗营养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很黏糊糊的 现在我摸它那个花 好像有蜜糖 这些都是熊花 像这一棵都是开熊花 再掀 大家看一下 还是蛮不错的 这边都是荔枝菲子酵 我们如果你是其他品种的 龟味啊 或者其他糯米池那些 我没有做过 所以如果你做的话 尽量把这个浓度调低一下 调到0.6倍啊 0.7倍这样 就不要用我们这个 非纸酵的配方 你稍微调低一点 那个浓度 大家一定要清楚 今年的话 像这种树的话 你看 这里都有20多斤 就这一小块 起码的话 这里都有200斤 这棵树 今年的话荔枝大丰收 但价格的话 大家可能都有点麻烦 有点难 想卖上价格还是有点难的 除非做早的 因为今年的栗枝 大部分的品种都差不多 都是一起开花了 桂蔚啊 糯米池啊 白狼鹰啊 非纸酵啊 基本都是现在开熊花 所以现在今年价格难说 已经看出来了 很低了 现在人家包花的都特别低 像桂蔚的话 一块钱包花的 一块钱一斤 像非纸酵这种 应该也是八毛到一块之间吧 可能 白狼鹰的话是一块二 可能一块二 一块三这样 所以今年可能比较惨了 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 教大家便宴这个栗枝雄花 雌花 咱们再一串去 雌花那里 这样的话大家对比就明显了 大家看到没有有什么不一样 我手上这个是雄花 这些是雌花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晰就来到这里对比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雌花 看到没有柱头形的 然后我手上这个是雄花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下 目前荔枝雅花的 是跟雄花吃花的变样 再讲一下这个荔枝 目前的可能的市场价格 可能是比较惨 今天呢就带大家聊一下这么多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下方评论 今天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Bingo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